有關官員和傳媒報道說 當局星期二找到36具船民屍體 當中有幾名耳童 他們在企圖乘船到達希臘的萊斯玉斯島市 由於大浪而翻船 在土耳其海岸附近添死 另外有12名船民獲救 目前還不清楚有多少艘船 由於季節性大風而沉船 有媒體說最少有兩艘船出事 這是2016年在愛琴海出現的 死亡人數最拖的悲劇 而歐盟正在設法推動土耳其 停止容許船民跨越土耳其邊境 以換取歐洲金融援助 但到目前為止 船民繼續冒險前往希臘 希望在歐洲得到更好的未來 他們並沒有被嚴寒的冬天大海嚇到 這些船民大多數去逃離內戰的敘利亞難民 去年大約85萬人 瓜海抵達希臘 他們給錢給人口偷渡集團 乘坐單薄的船隻從土耳其出發